大家好 這裡是微雨時光 我們都知道 前不久世衛組織專家去了中國調查新冠病毒的來源 中共一直都在宣傳是美軍把病毒帶進中國的 這次世衛組織的報告說不太可能是武漢病毒實驗室洩漏的 但是世衛調查組的澳洲專家德懷爾教授說 他認為這個疫情是從中國開始的 疫情從其他地方開始的證據很有限 而且沒有說服力 世衛的這個報告受到了多名美國議員的批評 譚德塞同志左右為難 離開中國以後就改口了 說不排除任何起源的可能性 這話就相當於是把這個報告給推翻了 難道這些世衛專家都沒有辦法來確認病毒的起源地嗎 如果他們真的是搞不懂 那還是讓我來告訴大家吧 歷史上最準的預言 推背圖第56項就告訴了我們 這個病毒的起源 我們先說說這個推背圖和他的作者 袁天鋼 李淳鋒 袁天鋼和李淳鋒是唐朝爭冠年間的異學奇人 李淳鋒是有正式可考的 他是唐代傑出的天文學家 數學家陝西奇山人 據說他還是世界上第一個給封定奇的科學家 他是唐朝的司天堅 在新唐書中記載 唐太宗得到了一本密書 上面寫著唐朝三世以後 會被女主武王代替唐朝治理天下 唐太宗就密召李淳鋒詢問 李淳鋒說 根據這個天下的推算 徵召已成 此人已經降生了 就在陛下您的後宮中 唐太宗想要殺掉那些疑似的人 他就勸說唐太宗天命如此 不可迴避 真能夠當王的人必定殺不掉 恐怕會殃及無辜 而且就算現在殺了他 他會再轉生回來 到時候會殺掉更多李家的後代 這是關於李淳鋒的一個小故事 李淳鋒留下了十多部天文學和數學方面的著作 關於袁天鋒沒有更多的升族年月 據說他是隨末唐初的隱世 擅長異學數數 傳說他在凌雲山得到飛升 推背圖是袁天鋒和李淳鋒合著的一本預言書 被人稱作是中國古代第一奇書 說他奇是因為他的預言出奇的準 全書共有60項 每一項都包括掛 襯和送 再加上一幅圖畫 融合了《易經》《詩詞》和《謎語》 這60項包括了已經發生的過去和還沒有發生的未來 推背圖的這個名字也是有由來的 據說袁天鋒和李淳鋒是師徒 他們兩人在天文命理 像術和占卜方面深得唐太宗的信任 有一天唐太宗就請他們兩位推算一下唐朝的國運 於是兩人夜觀星象 開始推演 沒想到一發就不可收拾 兩人一來一往 越看越入神 一直推演到了唐朝以後的幾千年的國運興衰 這時候 袁天鋒覺得洩漏太多天機了 就推了一把李淳鋒的背 說到此為止吧 天機不可再洩漏了 就這樣 推背圖在第60項結束了 並且畫中正式畫的一個人推另外一個人的背 那這一項的宋約 萬萬千千說不盡 不如推背去歸修 推背圖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 推背圖會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準的預言 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是一部跨越幾千年的預言 有很多事情已經被歷史驗證了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流傳 但是目前最被人信任的版本是清朝的學者金盛探批注過的版本 本來推背圖是按照編年的順序來編寫的 可能因為太準了 有人就擔心會洩漏太多天機 當然最害怕洩漏這些天機的人 可能是那些當權者 他們害怕改朝換代嘛 所以就將這個推背圖的內容順序給打亂了 不過有很多的預言都是在發聲過後去解讀 對於那些還沒有發聲的人們總是將信將疑 不過這個推背圖第56項真的就是預言了現在正在發生的大瘟疫 連這個病毒的名稱和來源都有說到 沒錯 這個病毒就是來自中國 而且是武漢肺炎 我們來看看推背圖第56項這幅畫 圖中畫著兩名拿著兵器的男子 首先拿兵器的人肯定是習武之人 古時候稱男子為漢 所以在這幅圖中的兩個人就是習武的漢子 簡稱武漢 我們再看看這兩個人口中突出火焰 雙火為炎 呼吸吐吶都是經過肺 可以得出肺炎這兩個字 那麼這個圖中其實就暗示了武漢肺炎這四個字 你們看是不是早就註定了這個病毒就應該是叫做武漢肺炎 這也說明病毒是起源於武漢 不僅在唐代就已經定下了這場大瘟疫的名字 甚至呢這個推背圖還說出了這場大瘟疫呢 實際上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我們來看看怎麼解這幾句稱語 這幾句話怎麼解呢 飛者飛鳥天上飛的都不是鳥 那會是什麼呢 我能想到的有兩個答案 一個呢是蝙蝠 蝙蝠不是鳥是屬於哺乳動物 另外一個呢可能是指飛雞 那下一句前者飛魚也有兩種答案 一種呢是指章魚之類的他們不是魚 另外一種呢是指潛艇 我們聯繫下面的這些句子再來推測一下 戰不在兵造化遊戲 戰爭不靠士兵 我們都知道上次我們有講到 中共研究這個生物戰不靠一兵一族 也不靠一槍一炮 就有能力來佔領美國 也就是說呢他們打的是生物戰病毒戰 而下句造化遊戲解讀起來 這個病毒是天地之間的造化 自然界的造化 也就是說呢這是天然的病毒 但是遊戲二字似乎在暗示 有人利用這個天然病毒在玩遊戲操縱病毒 那回頭我們再看看 飛者飛鳥淺者飛魚 應該呢更加有可能是指蝙蝠和另外一種水中的生物 比如章魚之類 那當然我只是打個比方 兩種動物攜帶的病毒自然組合成了一種新的新冠病毒 這就是大自然的傑作 但是被利用來操縱遊戲打了一場病毒戰 這種解讀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那麼多的世衛專家 全球的這個病毒專家都沒有辦法非常肯定的說 這個病毒到底是人造的還是天然的 造化弄人嘛 病毒在概率很小的情況下自然產生了 然後呢有可能被中共武漢實驗室人員發現了 然後在研究的過程當中 有意或者是無意洩漏了 加上中共掩蓋疫情 釀成了一場全球大瘟疫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送 這前兩句呢主要是說範圍廣泛波及全球 海江萬里在這個金盛探的批書中呢 就寫著這場戰爭不僅限於中國 是全世界範圍的 那金母和木工呢是指這個搖池金母和東華木工道祖 那這一句有可能對應的是這個 趁魚裡的造化遊戲 也就是說這個病毒有可能是神的傑作 那至於為什麼神要造這樣的病毒 難道是為了幫助那些壞人嗎 我認為呢這裡面可以思考更多 人類社會的一切發展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 人類的道德敗壞了才會有更多的災難發生 有很多的預言也說到了大災難的來臨 聖經啟示錄也說到大淘汰 所以呢造化遊戲可能呢就是神通過這樣的方式 來讓惡人展現他們的惡 然後選擇最後要留下來的人類 最後一句干戈未接或連天 字面上理解呢就是戰爭還沒有發動災難呢 就鋪天蓋地的來了 這好像有點像當年這個香港反對國安法的同時 中共被美國和全世界指責 然後中美貿易戰呢也正進入這個狀態 結果這個武漢病毒散播全球造成了全球的大瘟疫 就跟這句干戈未接或連天很對應 既然推背圖的第56項說到了瘟疫是一場生化戰 那有沒有說最後會怎麼樣結束呢 在這一項中只剩下掛我們還沒有解讀 這個掛呢是上坎下坤壁掛 壁掛的這個掛詞是原永真無咎 原永真原呢就是表示初心本性人的本真是善良的 而原永真就是說永遠要堅守這個善良的初心 無救就是沒有錯 左傳昭公28年記載擇善而從之曰壁 壁就是擇善而從之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掛象上坎為水下坤為地 上善若水而地代表母性包容博大 這個掛象表現了一種大善的包容 這可能就預示這場大瘟疫的解救之道 人心從善只有從善之人才會被檢選 如果我們看推背圖的第57項會發現 這一項極有可能是56項的延續 在第56項中以火來預指這個大瘟疫 第57項的圖中畫著遍地的火苗 一個孩童手捧一碗用水滅火 如果遍地火就是指這個全球大瘟疫肺炎遍地 那麼這個滅火的童子就很有可能是我們期盼的救世主 我們前面說了上善若水水代表善 以水滅火代表救世主帶著大善慈悲而來 孩子呢是最真最純的我們常用赤子來形容孩子 在這個基督教中呢也有人子將再來 那同時呢這裡也可以解釋為 堅守善良可以抵禦肺炎 在這一項中趁語曰物極必反 以毒制毒三尺同子四疑折伏 這可能是說呢大瘟疫到最嚴重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反轉 而這個以毒制毒呢可以做兩種解釋 一種呢是可能有跟這個病毒同樣毒的一種解藥出現 以毒攻毒 那另外一種解釋呢我認為是 病毒會吞噬那些心肠惡毒的人 我更傾向於後面一種解釋 三尺同子對應這個圖中的小孩 這個人的出現呢將會使全世界折伏 五十七項的宋曰 坎梨相克 見天逆 坎為水 梨為火 水火相克 彰顯天機 說明這個人和水有關 天使私人 彌殺機 這個人得到天命來平息戰亂化解干戈 不幸其才 產無躍 崇陽從此 疾兵失 這句話呢好像是說這個人來自無躍之地 世界從此不再有戰爭 也許這種解釋也不完全正確 只有等這個事情發生以後呀 我們才知道具體所指 不過呢就算是不能夠完全準確的解讀 我們至少也可以了解 這場大瘟疫 最後將會得到上天的救贖 世界會因為有大善之人的出現 而從災難中重生 而我們只要擇善從之 就會遠離災難 有些人不相信預言 認為預言都不準 預言可能會因為一些因素的改變呢 而不是很準確 但是預言中 有一些這個警示呢 對我們還是很有幫助的 只要是讓我們人心向善的 應該說都是淡聽無妨 好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記住這個必義良方 則善從之 威與時光分享神秘的真相 我們下次見